全国政协主席于正生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众议员自民党平成研究会会长俄赫福智郎 于正生表示 中日互为重要邻国 中方一贯主张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 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关系 当前中日关系迈出改善步伐 双方要在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增强政治互信扩大人员往来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 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人民关切 真诚吸取历史教训 以明确和负责任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 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日本自民党平成研究会一向致力于中日友好 我们表示赞赏 希望研究会继续为中日关系做出贡献 俄赫表示 重视中方立场 愿为日中关系在两国四个文件和有关共识基础上发展 做出不懈努力